第二個問題 這個比較私人性的問題 Dr. 你說 這個夫妻相處之道的問題 與我無關 有人問 夫婦之間 你有說過 要出廳 要入廚房 要上睡床 究竟如何做得到和諧呢 我們是理想來的 但只要你有份感情在這裏 是真心有緣分 無論你老公或老婆 漂亮不漂亮 在你眼中都是第一位 你不要用世俗的標準 看我身邊的伴侶 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喜歡美女就出去找 但你找不到她的心事 你的真誠你找不到 和你的緣分你找不到 你夫妻不是每天都贏了你肉體的快感 你夫妻是一對筷子 要同一步伐的 精神 你剩下一隻筷子 你怎麼打得到頭架 但很多都會出現 如果過了一段時間 過了十年 幾年之後 就會開始淡 正常的 你昇華了 你那時候不是那麼追求情慾 你昇華了有很多責任 婚姻的責任 互相去照顧 不是放在那裏 所以要找熱奶奶 如果你要身材 不是 你可以聰明些 你可以不找熱奶奶 你可以有些夫妻 大家有同一的興趣 做那些運動 游水 游山洪水 看你怎麼培養 那些嗜好 總之有共同語言 共同的喜好 有一些又不用全部的 那個是相處的 不是相愛 相愛就是悲劇來的 有執著 逢愛就有執著 有執著就自然有缺點了 你有要求就有執著 有要求是十五元美 世事 對嗎 那就有交曉 十分鐘就結婚了 是啊 還有大家 雙方的執著 那個我見這麼重 就一定是火星當地球 苦 苦 他由愛別離苦 變了怨真會虎 初初說家長反對 你不准結婚 大家叫生叫死 要自殺 那時候要被人分離 你卻拼了命 始終要追投到結婚了 懶在一起 之後 之後呢 是在一起 嘩 越看越不對勁 那就起怨恆心 那又分離不了 天天對著 那就變了怨真會虎 你可以很冷靜地看到人世間的貶化 大家看看泰國電影 永恆 看完之後 你就不會失戀的了 在我那個Clock cinema那裡有的 有的 有永恆永恆 放在那裡 好看的 看完之後呢 包你沒有失戀 不敢失戀 是啊 我們搞的 我們來的